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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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知道嗎 那怎麼算啊 在廣場餵鴿子 還要開兩張罰單 是因為 是因為觀光的關係 因為有很多觀光客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是 我們的東西都很貴 可是我們的薪水並沒有很高 你們薪水大概多高 大概是 可是東西比台北 兩倍或者是三倍 我們的物價大概我覺得是 要看東西吧 可是基本上應該是兩倍 可是有的東西比如說 你說計程車 因為為什麼 多少… 你們是因為距離非常遠 不是 就是計程車很小 人口少 沒有人坐計程車 所以車好 你在外… 一定要是要講電話的 一定是要電話 其實不要聊計程車好了 講 馬丁 可是瑞典的福利非常好 是不是薪水也非常高 薪水很高 就跟台灣也是差太多了 平均大概在10 請問 等一下你說連電力商店的店員運氣嗎 來 那你來這裡跟我們和什麼和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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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